7月18日,全省一共体现场观摩会,在吴帝县召开,省委纪委副主任马力兴,省委纪委一改办房屋副主任孟东,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,建议管局副局长萧贾辉,副市长潘金参加活动。 会议指出,要通过建立医联体内分工协作机制,使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,为患者提供临时性诊疗服务,助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。 7次,要以患者就医感受位置颜点改善医疗服务,如在三级全面推进预约诊疗,便捷支付,推行日间手术和临床路径管理,推进三条解益保险机制建设等。 会议强调,临联体建设,仍需要政府发挥阻导作用,尤其是对于城市医疗集团和区域一共体,这两种解密心理联体,一定要强调政府指导,进行规划和布局,以应对医疗资源初期,无需跑哪圈地的现象。 后期运行则靠机制和政策保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